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素食网上刊登的 看了之后真是急不及待地跟大家讲一下你的故事 真是很感动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很多人去转向素食的了 有些是因为宗教,有些是身体的问题 有些是基于他的慈悲和宗教无关的 基于各个理由、环保、互生等 所以素食的人越来越多 但很多都是因为他慢慢了解了情况之后 转移素食 而竟然有一个一出生就不吃素的小朋友 那篇文章说 当这个小孩五岁的时候是一个男孩 他有一次跟妈妈去超市买菜的时候 他妈妈就说 你怎知道这些是素食 哪些不是素食呢 就问他了 那这个男孩就说 我要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眼 有没有口 有没有鼻 那如果你说有眼耳口鼻的 那我就说他是动物 那就不是素食了 你说了 蔬菜有没有眼耳口鼻呢 他竟然这样问他妈妈 而当他十岁的时候 他妈妈就问了 你为什么不吃活生生动物的肉呢 那那男孩捉住他妈妈的手 很紧张 但他很天真就说 妈妈你爱不爱我啊 那样问 那妈妈当然说 我爱你的 那当然是这样回答 那那男孩就说 如果有人要咬我 你给不给他做啊 给不给他咬我啊 那妈妈说 我一定不会给他这样做的 那后来 那妈妈又再问他了 那如果是他已经死了的 是他的死尸的肉 那你为什么不吃呢 那这个男孩又再问他妈妈了 妈妈你还爱不爱我啊 那妈妈当然回答 我爱你的 那那男孩又说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了 你把我身体埋葬了 但是有人要把他挖出来吃啊 你给不给他呢 那这样做啊 那妈妈就说 我一定不给的 我一定会打他们的 那现在这个小朋友呢 已经成长到去16岁了 是一个很高大健壮又聪明 而且呢 他到现在都是吃素 从来都不吃肉 那曾经呢 跟他讨论了很多次之外 那就问他 你将来有些什么抱负呢 那他就说他将来要做一个律师 那很多朋友都说 香港特别是三师是罪法的了 医师啊 律师啊 和回计师这些 那做什么什么师都是一个专业人士 那就是赚很多钱 以这样来到出发点 觉得要去做这些什么事 但是他的出发点 为什么要做律师呢 他说 宇宙的法律 是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众生 彼此之间 包括动物在内 都適用相同的法律 他说 不过我们人类好自私 只是遵守我们自己的法律 而不尊重宇宙的法律 这个宇宙法律 就是万物同一体 和谐共处的法律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呢 是好自私 我们呢 不理那些动物 我们不尊重他们 我们吃他们 所以呢 他一心想做律师 就是要维护他的法律了 那这篇文章看了之后 真的很感动 我们真是为了我们的口福 这个是自私 家里面 因为吃惯肉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倾向 对这方面 是有一个 继续都觉得 肉食才是好吃 其实蔬菜 现在很多的 已经做了很多 令到我们觉得 都不错的 那有很多仿制品 我都在我的素食里面 介绍给大家 在你尝试素食 全部素食之前 试一下 吃少一点肉 吃多一点素食 你可以用一些仿制品 去代替 其实吃下去 不告诉你 有事你真的不知道 那你慢慢 到你吃到可以接受到 这个仿制品的时候 你慢慢将这些仿制品 都减少 吃全素 不止这样 是对身体健康 还会令你的情绪上 都很安定 很开心 我认识有位朋友 她是男士 她因为自己曾经病的时候 她是许完吃全素 后来她结婚 她的太太也是全素 现在有三个子女 聪明健康 一家开心到不得了 全部余素 而三个子女 在胎里面 已经是吃素的 所以素食 是令到我们心灵上一种 很舒服的感觉 身体上也没有很多 动物带来的和害 那如果你现在 都是在吃肉的朋友 可以尝试 慢慢吃少一点 对你一定有个 很明显的分别